to stop traffic and itself bad elephant 全新T5超频 超未来汽油动力 179万 很超过 到哪里找人才 518人力银行 真财是免费的 真的吗 当然 完全免费 老板找人才 轻松没负担 会不会在找到人才之后 才开始跟我收钱呢 放心 保证时候 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现在就上 518人力银行 我老体醉 头像弄车车 你敢摸啊 金融 Honglet U 你敢摸 该有好 啊 放啦 Honglet U 518人力银行 免费帮您 找人才 欢迎来到新世界 IX35新概念跑旅 他是万人迷 是未来的国王 迎娶350年来 第一位平民王妃 I love them They're cute 世界婚礼 全球聚焦 皇室注入新鞋 日不落帝国 荣井再现 They look very much in love But I want I want to dress just like Kate 独家前进一国 探索威力彩色的爱情 如今 请锁定三连新闻 本周六晚间十一点 新人民王妃诞生 特别报道 各位朋友们晚安 继续回到在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第四场证件发表会的现场 那么整个证件发表会进行到现在 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 也是在今天证件发表会 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在结论的部分 那么四场证件发表会到现在目前为止可以看得出来 这不只是民进党党内的总统初选 透过的传播 全民共同关注 全民共同关注 到底谁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出 当然了 透过这样一个制度几乎写下中华民国宪政史上 民主制度当中奠定重大的里程碑 也为民主政党树立了极佳的典范 我们接着马上进行 在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深论 三位参选人把握最后的时间 到底谁能够胜出 那么过去这段时间有许多的疑虑 或者是没有说清楚讲明摆情把握最后结论 每个人十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部分的发言顺序 依序为徐熙良先生 以及蔡英文女士 那么最后是苏贞昌先生 你们各自有十分钟时间 好 徐熙良先生请结论 主持人 柯代主席 蔡主席 苏院长 各位贵宾 各位朋友 我这个世代一直被两个关系困扰和压迫 1958年的8月23日 他还发生823炮战 那年我18岁 高二的暑假快要结束 有大半年了 我不是烦恼高中毕业后的大专联考 而是担心还会不会有大专联考 1967年到1969年 我在爱丁堡大学研习哲学 当年全世界反越战的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看到欧美上万甚至十几万大学生 手牵着手在大城市激烈示威 但又宰歌宰舞 我真是无限羡慕又无限感慨 当时我想什么时候台湾的学生也能像他们那样 心中只有对未来的憧憬 而没有历史的负担和阴影 1970年代初期 整个台湾都笼罩在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保卫战的焦虑之中 结果当然是接连不断的挫折和绝望 台湾不仅被迫推出联合国 台湾也被迫和美国断交和日本断交 从1958年到现在超过半个世纪 因为两岸关系而产生的 对台湾前途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 依然存在 对于我这个世代的上一代 两岸关系更是灾难和梦魇 现在在台湾有主导权的世代们 不论是属于我的世代 属于苏院长的世代 还是属于蔡主席的世代 我们怎能忍心把这样的两岸关系遗产 再留给现在没有主导权的年轻世代去继承呢 在过去六十年 两岸关系逐渐由国共内战 演变成两个冲突的民族主义的对抗 如果任由这样的对抗 毫无极致的发展 两岸最终难免一战 爱台湾的台湾民族主义者 难道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两岸结局吗 在英国两年 我非常兴奋的看到了解决两岸问题的曙光 当时现在欧盟的前身 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不久 欧洲共同市场打破经济上的国界 快速促成参与国家的共同繁荣 待会听到英国要不要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辩论 欧洲共同市场最早是由法国和德国 于1951年的所签署的梅钢同盟开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与1945年战败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 法国完全被德国占领 很难想象 几年前还占了你死我活的法国和德国 竟是合作推动欧洲共同市场的核心力量 法国在1950年代之前的100年间 被德国占领三次 德国法国老一代的政治领导人 不但不计较深仇大恨 进行和解 而且合作无间 共同推动共同市场 这种远见气魄气度 令人折服 德法两国年轻一代的水乳交融 也让我深深感动 德国和法国的青年男女 一起参加示威游行 一起谈情说爱 很难想象 这两国人民曾经在20多年前 拼死相战 更难想象 这两国人民还会在未来发生战争 这些现象让20多岁的我 从绝望中看到希望 我开始相信 没有任何敌对的人民和敌对的国家 是不能和解的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敌对 绝对不是无法挣脱的历史宿命 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历史上的敌对 不可能超过德国和法国 德国和法国能和平相处 能精神合作 台湾和中国大陆没有理由做不到 带着这样的信念 我回到台湾 开始我的从政生涯 我当然知道 当时两岸的政治领导人 无论胸襟和见识 绝不能和当时德法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相比 所以我寄希望于属于我的世代 以及比我年轻的世代 我开始全心全力投入 推动台湾的民主运动 此后呢 我一直密切注意欧洲的发展 英国终于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北欧和南欧各国也终于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 原来属于共产集团的东欧国家 也纷纷加入由欧洲共同市场演进而成了欧盟 这些欧盟国家都心甘情愿的 把原来视为构成主权重要内容的关税权 签证权 甚至货币权 外交权都交给欧盟 没有一个国家觉得它失去了什么 反而每个国家都觉得它更安全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的欧盟 是全球化下最进步最健全的 区域整合的典范 我当然也知道 两岸的历史格局 历史发展格局不同于欧洲 但是从1990年代 开始迅速开展了全球化浪潮 增加了我认为可以参考欧洲经验 处理两岸问题的信心 全球化下世界 已经是互相依赖 共利益共融 密不可分的整体 虽然还没有世界政府 但是在这个世界 已经有所有国家共同接受的 治理共识和规范 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全球震惊体制 现在世界只有这个体制 没有冷战时代的不同阵营 更没有民族国家时代 可以任由个别民族国家 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 这个体制的力量 包含有美国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的力量 也包含有中国大陆内部 期待经济更加繁荣 人民更加幸福的所有力量 所以只要谨守这个体制的共识和价值 确保台湾现状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从我年轻到现在 我不曾停止寻找台湾前途的答案 在情感上 我当然最关心台湾 其实是台湾无法不正视的中国大陆 其实是血缘 语言 文化 和台湾关系比较近的华人世界 最后才是全世界 但是在理性上 我不是台独主义者 我更不是中国主义者 我是全球主义者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民族主义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感情和力量 尽管余辉灿烂 毕竟很快就会过去 民族主义绝不是两岸问题的答案 我对两岸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虽然特别大胆 除了由于我对全球抵制 有独特的理解 也由于我对台湾人民 有独特的信心 我一直认为台湾人民 是21世纪潜在的信心民族 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 我们的活动力比别人强 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 锻造出特殊的竞争能力 只要有开放的竞争空间 只要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我们就一定是赢家而不是输家 我们的政治民主领先华人世界 我们民间企业的科技经营和管理 领先华人世界 我们年轻一代的创业和活力 领先华人世界 我们的文化中所保存和发扬的儒家精髓 领先华人世界 我们的各种宗教 在台湾发展出来的独特包容和热情 领先华人世界 所以只要大胆开放 我们就能透过引领华人世界向前走 进而引领世界向前走 在人类历史上 不同时代的新型民族 都会完成独特的历史使命 13世纪的蒙古人 用武力征服打开了东方和西方交流 之间交流了一切障碍 19世纪的英国人 让民主的政治制度 成为人类共同的资产 20世纪的美国人 用开放市场和开放移民 促成全球化的开展和全球体制的形成 如果有机会成为21世纪的新型民族 台湾人一定是用包容的人性的 创业的文化和宗教 引领人类精神文明的升华 任何新型民族历史的开展 都不能缺少杰出的政治领导 没有陈吉思汗 蒙古人的崛起是不能想象的 如果21世纪 真有台湾的陈吉思汗 他不会是武力的征服者 他也不会是经济的开拓者 他很可能真的是哲学家总统 谢谢大家 谢谢徐希良先生 谢谢 这个时间非常有限 短短的十分钟 新闻一 感谢你 接下来在结论的部分 我们同样邀请参议员领事 同样把握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来参议员领事请 谢谢主持人 苏院长 徐主席 还有柯代主席 各位朋友 我在第一场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曾经说过 我们三个人在这里 不是比口才 也不是比表演 而是比理性 比路线 比未来的规划 是不是最有可能带领台湾 冲破目前的困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们做到了 人们期待我们提出一个理性的 正确的 有责任感的方向 透过这四次的政见发表会 我们各自讲出了 我们对台湾的愿景 我们也许有不同的意见 但民进党已经告诉全国人民 我们是一个多元 开放 理性 成熟的 现代民主政党 许主席 苏院长 我们一起做到 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是我一生的光荣与骄傲 这是一个曾经在经历重创后的政党 不过这也是一个经过反省 而浴火重生的政党 在近三年的党主席的任内 我感到最不舍的是我们的支持者 在这个党失败的时候 他们的泪水 他们的彷徨 他们的焦虑 以及他们因为支持这个党 所必须忍受的委屈 三年来 我常常告诉自己 我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找回他们心中 对民进党的信任与光荣感 我要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抬头挺胸 告诉别人 我支持民主进步党 各位同志 各位疼惜民进党的朋友 我们一起做到 当然民进党的再起的过程 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中间的艰辛 没有胜利其中的人 恐怕很难体会 那种整个党被贴上暴力 与贪腐的沉痛 那种眼看着整个党的同志 都面临司法追查 与追杀的心酸 那种当时社会对民进党 完全不信任的无奈 我们当然担心 甚至害怕过 不过 那些都过去了 我们都走过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以前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选择把票投给民进党 像是刚刚在社会起步的都会年轻夫妇 知识分子 校园里的年轻学子 他们是社会上另外一群手头族 人生里面第一次把票投给民进党 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 但是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要为台湾做更多的事 台湾是一个处境艰难的国家 它的内部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 贫富差距 南北与东西的差距 城乡的差距 转型正义 蓝绿的对立 这些因素 每天都在撕裂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台湾迫切需要一个国家领导人 它能凝聚全民的意志力 产生出一股更大的能量 来弥凭这些失恋 最终把国家带向一个 真正生实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有一些人并不看好台湾 会有那么一天 不过我却深信 这不是梦 台湾绝对做得到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 我会说 因为过去三年 我看到的台湾社会那种理性 慈悲与充满热情的特质 与生命力 在整个民进党再起的过程中 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这里 我要特别选几个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告诉大家 即使在蓝绿之间 原本以为只有对立的地方 台湾仍然存有理性 有慈悲心 三年前 当我考虑要不要 竞选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 很多人打电话来鼓励我 打电话给我的人 其中很多 不是传统上投票给民进党的人 他们告诉我 台湾不能没有民进党 民主政治 不能没有强而有力的选项 这就是理性 一个超越蓝绿 单纯为台湾未来设想的理性 第二个故事 我们都是男女主角 去年五都选举前一天的枪击事件 真相到底是什么 政府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 与完整的说明 当天晚上 种种不利的谣言 抹黑与攻击 冲着民进党而来 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很失望 可是 我们没有一个人上街头 我们展现了我们的理性 我们可以输掉 一次的选举 但不能输掉 台湾的民主 另外一个故事 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 但是在这里 我愿意再说一遍 有一个帮人洗碗的太太 捐给我们两万元 那是她辛苦帮人洗碗 所赚来的一个月的工钱 她写了一封信给我 信中提到 请我不要告诉她的先生 她把钱捐给了民进党 因为她不确定 她的先生是否支持民进党 她还说她不求什么回报 她只希望民进党替她保住台湾的主权 她要继续当台湾人 这就是热情 即使自己不是很好过 也要帮助我们 除了这些故事 我们也在台湾的社会的很多的角落 看到了跨越蓝绿的慈悲心 我在无数的宗教的场合里 看到了慈悲的法师 牧师 告诉信众如何面对困境 如何协助社会的弱势 我在八八水灾的现场 看到许许多多 志工 无日无夜的投入 我也看到白玫瑰运动 成千上万的人 为了保护弱者 走向街头 大声的诉说 更让人动容的是 在非核家园 在反国光石化 我们都看到了跨越蓝绿 对土地的关怀 这就是台湾 台湾正在走向超越蓝绿 超越族群 展现理性 包容 热情的新民主政治 对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当然深具信心 我将领导台湾 打造一个理性 充满慈悲心 与热情的新政治 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开创台湾的未来 这四场证监发表会 已经接近尾声 在这里 我要念一首诗 给大家听 它是我喜欢的一首诗 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 曼德拉 被关在监狱的时候 也经常引用他来 激励自己 和他的同伴 这个诗 是这样写的 不管难关如何的艰险 不管对我家租多少的苦难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 我是我灵魂的主宰 我要将这首诗 送给这块土地 和这里的人民 台湾一个在艰困中 努力求生存 而且期待对变 展翅高飞的国家 不管前头有多少的难关 多少的苦难 我们都要坚定持续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做自己灵魂的主宰 谢谢大家 谢谢蔡英文理事 好 十分钟的结论 蔡英文理事一直阐述 她听见台湾的声音 我们继续在结论 同样十分钟的部分 请苏正亮先生 来请 各位乡亲户老 这段时间以来 有人说我脾气变好了 还有记者在打赌 说这段时间 受到这么多的扭曲 看我什么时候会爆发 其实我也是人 受到冤枉扭曲 当然会生气 但是经历是长一致 经过时间的沉淀 多了一份休养 想到这个国家 想到这个党 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团结 个人就不算什么了 但在这种时候 就不特别会想到 知心 跟各项的好朋友 尤其我特别 会想到 我们冲动的主席 甘兵金 碰甘一生 秀情重义 公为胜为 他在我选宁 管党联联联 去国民党 某个月的时候 挑挑对台北 到家去到 变党 出阵 带我拼 帮我盗转 人生最后 住在台台北城 啊 到我的手 说一段 很重要的谈 碰甘一生 从不拉帮 结派 他对每一个东湾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实在很怀念 港主席那个时代 我们每一个东湾 真心告白收听那种革命情感 我也经常想起来南南兄 他说是东来国教 他选台湾省长的时候 就是我和他搭档跑遍全台湾 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败选的 是失忆的 但他的一生越经过时间的沉淀 越经得起考验 越让人尊敬 全国怀念他的许许多多的人 花起一块来建沉定南纪念馆 如今纪念馆就要落成了 我多次去看 特别想到他告诉我的那一段话 他说 没派的支持更没努力 但是 还没想派的操弄 还没想派的左右 才有得真努力做事 一时没努力 没努力 人民支持最有努力 民进党常拿陈定兰的清天形象做标杆 做诉求 但是丁南亚已经离咱开风楼 丁南亚和丁南亚在我宣布参选总统的那一晚 就是在这个会中 亲自告状 把我加油 今天丁南亚出国 但丁南亚就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最温暖的江山 给他感谢 谢谢大家 回到现实这段期间 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很焦虑 说地方一直在画 唯一支持 甚至于 还有些方面的人 还来抹黑 不使谣言 为什么我不会有动作反制 但我一直在拜托 这次 一定要念 因为民进党不能再含着 分边对抗 不然最后的胜出者 怎么团结打赢2012 我要再次的拜托支持者 相信制度 相信人民 毕竟 包括我在内 民进党任何人都不可能唯一 不是我不需要支持 只是我觉得民进党更需要团结 今天 我们只有一个唯一 就是一个唯一团结的民进党 来振兴台湾 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蔡主席三年来带领民进党 聪明冷静 为民进党注入活力 令人敬佩 徐主席一生的热情 大胆开放 的态度 提供我们更多更广的思考 令人佩服 初选很快就要结束 我可能胜出 也可能落败 但不管是谁胜出 徐主席 徐主席 蔡主席 我们都是同一个党 我胜出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打赢2012 一定要徐主席 蔡主席 和大家的帮忙 如果我落败 我会非常的遗憾 但从党外到创党 一路走来 已经三十几年的感情 我不会离开 这个我参与创立的党 我会当一个台湾的志工 尽一份党员的责任 全力抬教 因为我希望 民进党一定要赢得2012 我认为 不能再让台湾迷航漂流 党比个人重要 国家 台湾比党重要 总之 不只是党内要团结 我们更要团结整个台湾 只要对方不是非国民党不可 不是非马英九不可 都是我们要力争的伙伴 都是我们要对话的力量 都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我们要体认 我们都是一块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 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我们都是 我们真的是政党轮替 但我们不能彼此分彼此 我们应该大家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这个国家更有力 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应该是要有意义的政党轮替 不是国民党烂 民进党就一定上台 看看民进党这四次的政党轮替 无论学者提问 无论公民提问 从生小孩到养老 从国土规划 教育到保育 从住宅 从劳工 从水库 健保到台湾制造 人民的期待很高 台湾的问题很多 民进党要有志气 要带领台湾往正确的方向走 要让人民生活更好而奋斗 放眼未来 台湾周边的国家 都雄心旺葬 2020年 中国就要把他的交易 向下延伸到幼稚圆 向上延长到高中 到了2020年 日本 韩国 都有他的太空计划 太空探索 到了2020年 我们周边的印度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家 都想要成为 已发展的国家 我们的竞争对手 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台湾要加油啊 亲爱的国人同胞 无论你从哪里来 无论先来后到 我们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面向四扬 左向世界 台湾人 从来就是最乐观 最有自信 最怕病的海洋子民 人类的航海史 一向都是在逆风中航行前进 历史证明 每一个关键时刻 台湾人都能克服困难 勇敢逆风前行 渡过难关 开创属于台湾人的 骄傲跟光荣 亲爱的国人同胞 现在轮到我们 证明自己这一代 能够逆风航行 把顺风 留给下一代 我们 要将逆风当作上天的考验 我们要一起努力建设 互逸而公平 人人有笑容的国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苏贞涛先生 那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总统参选人 尽管在过程当中 蹦出了许许多多的火花 那么也激荡许多的议题 也谢谢三位参选人 在台上充分掌握 所有民主素养跟君子之风 是不是三位一驾到前面 大家来阿杰去握个手 也接受现场来宾的掌声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你们今天的论述 也因为你们的论述 让民众对2012 有更多更多的期待 好 我们欢迎民进党代理党主席 柯建民先生也一起上台 好 各位观众 在四场的证件发表会 在今天进行第四场 圆满胜利落幕 民主政治的可贵 是人民可以当家做主 在过去四场证件发表会当中 您看到 不只是民进党内的支持者关心 透过的传播 即使全国民众共同关注 民主价值当中 当然更重要的是 人民可以当家做主 究竟过去这段时间 苏正常先生所提出的 幸福经济 所谓的公平均富的环境 或者是许先生 所提出大胆的西进政策 或者是在地的幸福 以及邻居社会的共识 来自于蔡英文女士 那么您的选择是什么呢 您认为谁能够代表民进党 角逐2012总统大选呢 其实我们坚信的是 这一场四场证件发表会宣战 全国民众所选择 不只是民进党总统候选 你更有可能选择是 台湾未来的领导人 谢谢大家 也感谢所有冠军朋友 您共同参与 谢谢你跟我共同参与 这民主性的一刻 就看下一次 继续锁定大话新闻 祝您晚安 谢谢大家 我们再会了 拜拜 谢谢 谢谢 二十一世纪制服 谢谢 谢谢 谢谢